英雄 哦,對與錯進與推 生或死汗頭 哦,若曾莫好自己 生命復何後 憑我兩手 更改世代的春宇宙 絕情絕愛自我 傲然踏千山 勝敗不悔咎 哦,對與錯進與推 生或死汗頭 哦,又曾莫好自己 生命復何後 憑我兩手 更改世代的春宇宙 絕情絕愛自我 傲然踏千山 勝敗不悔咎 是 耀文公子 還是沒有冒險了 或許還有其他的方法呢 要救出流水 還有查出安樂山被自殺的真相 但我思索回天保堂 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 只要我喝了這碗七色海糖 我的呼吸和脈搏都會停頓 其他人很難怪我是假死的 我不是擔心 瞞騙不了天保堂的人 我是擔心你的安全 這種毒藥 司馬大叔曾經說過 只要在三天之內 用針灸的方法注入解藥 七色海糖的毒自然會解除 爹 雖然古籍所記載 此法可行 但是老夫沒試過 未知是否完全可靠 故此不敢保證 既然古法上也有記載的話 我們也不妨一事 不妨一事 請所謂之珠死得而有生 玉雯大哥 玉雯... 玉雯師父 爹, 他的呼吸真的停了 你放心, 這些只是藥力的功效 引致一時假死之象 大解藥 是不是可以解除七色海糖的劇毒 玉雯家 應該可以 不過你要切忌 千萬不要擔擱了時辰 走 總官要命 時辰已到 小喬仍然未能把煙花的人頭帶回 你要怪, 就怪小喬 小喬娘 念在你曾經為天保堂出過力 我不想親自同仇 總官要命 只要你放我屬校 就算赴湯到訪 也會助手不辭的 不必多說 既然他不捨得親自動手 蝙蝠, 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吧 是, 總管 參見總管 人頭呢? 我已經完成任務了 老樹堂主 你核下最得力的刺客 落得如此收場 你有何敢想 此人犯錯 違反唐規 你哥如此 廢護總管 你等著把半途煙花除去 唐主帶來激賞 願望你黃金千響 以示加許 謝謝唐主 此外, 唐主又一見你 門下刺客小喬 安排引見 遵命 還有一刻就當沒時間了 三日之旗走到 如果煙花未能及時扶下假藥 恐怕效果堪遇 為甚麼天保堂 還沒把煙花的屍首送出呢 難道還教甚麼差錯 老爺 走 走 怎麼辦 我們去那邊找找找 小喬, 美時已到 三日期限已過 爹說過 老爺, 如果我們耽誤時間 解藥可能會失效 如果煙花未能夠蒐醒 我真是報憾終身 不會的, 一定不會的 換地分頭找吧 小喬, 你過來 小喬, 你過來 宇敏大哥 宇敏大哥 來 宇敏大哥 你不可以有事的 你還要跟小喬回桃園 你聽到嗎?宇敏大哥 宇敏大哥 你終於成功了 小喬, 你為何樂去 小喬, 看見你成功了 開心了 謝總管開恩, 屬客子當世死 為天保堂效忠報答總管 你能夠起來 謝總管 小喬 這次你總算能夠將功贖罪 未知鑄成大錯 我奉勸你一句 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殺手 絕對不可以為情所誤 你要設計 謝總管提點 屬下定當謹記總管的教誨 我在總堂對你包張又加 唐主大為恩喜 稍後會安排你上總堂 進見唐主 謝總管提攜之恩 屬下感激不盡 我要事先行一步 好, 總管慢走 總管不念舊情 幾乎將我置諸於死地 天保堂並非為大堂裡肯效力 我亦無需再順手如中 好, 凡請我無親無辜 我最信任的人只有小喬 小喬如何行事 流水亦會追隨 流水, 我們一起返回桃園吧 該地民風順魄 與世無爭 可是可以避開紅塵間的無情殺戮 這聲風血雨 你認為如何 不錯, 桃園確實是一處落土 好, 但我始終未查出 暗殺安六山之謎 究竟是何人陷害於不如 幾乎累我枉死 煙花, 過往的事又何必再追究呢 既然你對天保堂 已經不再眷戀 而他們亦相信你已死去 不會再加以追殺 我們何必退隱桃園 過些安靜的日子呢 不行, 我曾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此事未查過水落石出 我勢難安心 既然你得知天保堂的真相 何必就此忍退呢 我煙花自出道以來, 未尚焰敗 今次五道圈道, 被人餘老 我一定要討回公道 既然如此, 我替你查出真相 天保堂門窺嚴密, 雄宗詭秘 即使你費盡氣力 亦難產出端毅 否則燕國朝廷 早已經將他殲滅了 非胡總管曾向我提及 稍後會為我安排進見堂主 我大可趁此良機 在總堂查過真相 小喬, 要你以身犯險 你萬事小心 我會 屬下參見總管 特別距離 唐主要見你, 立即起程 屬下要否稍作準備 特別了 你坐在矯中 自然有人帶你去總堂 屬下公兄, 唐主 免禮 謝唐主 唐主, 你要接見的刺客已經大到 小喬 小喬, 唐主免你下跪 謝唐主 小喬, 你殺死叛徒煙花一事 唐主極為讚賞 你所立下大功 將地與本堂管案之上 以後你要繼續盡力 為本堂辦事 謝唐主, 屬下定當揭盡所能 為唐主下命 小喬, 你可以退下 屬下告退 小心點 上嬌吧 你教我掛在矯邊的粉末 單憑肉眼根本沒可能看得到 你放心, 我自有辦法 莫非你有金晶火眼? 你看我手上這一包粉末 只要我將它 跟矯邊的粉末混合 就會產生鄰國 佩服, 佩服 不愧是天下第一次走 我們已經等了很久 大家還沒見四大總管出來 我們再等一會兒 如果還沒有頭緒 我們去設法入總堂 此人就是天武堂的副堂主 能見堂主的真貌只有他一個 好, 我們暗中跟著他 或許可以查到一些線索 想不到有此閒情日誌 在這裡靜心收睹 我相信他來這裡是另有所痛 你何以見得呢 你留意一下, 他雖然在看書 但是他周不時都看著四周 我想他在等人 如果有此閒情日誌 在這裡靜心收睹 段古都不會帶兩手遺在旁 他不會在這裡等一個很重要的人 父堂主的身居高位 在天保堂他是一人之下 他竟然在這裡等一個人 我想這個人一定非比尋常 想不到庫堂主 是等他的父子等的 你認識此二人嗎 不錯, 年紀較大的那個 就是安慶瑞的手下大將 施司明 另一個就是他的兒子施朝義 可惜 可惜我們聽不到他在說甚麼 本將軍軍務前身 有勞父堂主久後還望見良 使將軍言重臣 天保堂等候朝廷安排 事實非短 將軍乃皇上身邊重臣 還希望將軍順手樂儀 等在下可以回總堂 向堂主覆命 師將軍, 當日你跟堂主立行文藥 替天保堂顧著你取得江山 你就將本堂修騙 希望本堂可以光明正大 為燕國朝廷效命 我等並非不守順落 但是你天保堂 必須先行教術當日物行 修騙之事 時當令有安排 唐麥銜送回你手 而你們不守樂儀 一虧的就是我們天保堂 君子處事, 以信為先 本將軍奉命行事 如果未能先行修回麥銜 修騙之事絕無可能 此事關係重大 在下不能夠作主 等在下回去總堂 和堂主商議再作決定 好, 一言為定 本將軍正行答覆 請... 當時師明兩父子 就是天保堂和幕後主謀人 當初我潛入宮中 安陸山早已被刺殺 這個人一定可以 在宮中治癒出入 師師明父子確實可以 但究竟是不是他出賣我 我還要查清楚 好 康寧郡主, 叩見皇上 好, 免禮 謝皇上 你們退下 是 童兒, 請坐 不知道皇上 叫童兒來有甚麼要事呢 日前有外國使臣到訪 問你朕 為甚麼還沒拆封皇后 朕一時間 真的難以作膽 皇上愛民如子 勤於政務 自登基以來 朝夕為國家費盡心力 故意無暇談及大婚之事 觸見皇上 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名君 童兒, 朕對你如何 你應該很清楚 朕要拆封你為皇后 了卻多年的心願 童兒 皇上口待童兒 童兒感激不盡 童兒敬重皇上 一直視你為兄長 皇上是一國之君 受神文景仰 所拆封的皇后 必須才貌出眾武移天下 才能替皇上匹配 童兒自問 知識平庸, 不敢高攀 望皇上修回成名 朕是一國之君 從來沒人敢抑朕的意志 幾多天知覺醒 朕亦不虧一國 難得朕對你青眼有隔 你竟不知好歹 有為朕的意志 倘若皇上一意孤行 童兒唯有一死 你... 皇上好意童兒無福銷售 望皇上連識 視童兒如親妹 同意借過皇上先行告退 皇上, 使將軍大到 臣史千名拜見皇上 願我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上, 停身 謝皇上 主將軍, 情況如何 皇上, 天保堂 並未答應將密閒交會 混帳 此等小事尚未辦妥 如何擔當國家大任 皇上釋路, 微臣已將皇上的旨意轉達 只是天保堂和副堂 準備敢善作主張 廢話 看來天保堂不肯交出密閒 為怕朕未肯履行樂言 皇上, 請恕未臣辭言 皇上擋入修緣密閒 又未能將天保堂收編 天保堂恐怕變得一無所有 其有此憂慮, 亦屬常理 豈有此理, 朕一言九鼎, 豈容建議 朕當日未登基 需要借助天保堂的力量 為朕完成大業 但需要朕立下密約 但如今朕已成為一國之君 無須再借助他的力量 朕亦不想再受他的牽制 朕必須將他剷除, 倚絕後患 皇上三思, 倘若此次處理不當 但皇帝駕崩之事外施 後果堪如 此次倘若外施 全是你一人之過 皇上, 江山得來不宜, 不宜犯險 天保堂知道的事實太多了 朕不想養虎為患 既然他不為朕所用 就必須剷除 以防卑密外洩 朕命你不惜一切 無必逼令天保堂交回密下 神遵旨 神遵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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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 父皇龍體如何呢 回殿下, 皇上只是感染風寒 絕無大礙 可惜皇上近日深水不靈 憂慮過度, 以致夜不難睡 因而引致體虛氣弱 縱使以靈丹妙藥 於皇上食用, 亦無效用 但兩天之後 就是父皇華誕之期 妥協父皇龍體未能康復 如何致見朝中大臣 及外來使節呢? 所謂心病還需心弱醫 皇上因此客之事 以致深水不靈 殿下必須從旁開解 千萬不可令皇上 有所擔憂顧慮 一致皇上心境安泰 自可不弱而餘 父皇, 是臣妤 為甚麼公祖的守衛 全都不見了 父皇, 是臣妤命你們全部離去 以免打擾父皇休息 這裡是大內禁宮 沒人可以傷害父皇的 你走 你快走, 我不想見你 父皇, 臣妤有何過錯呢? 是你...是你 想奪取朕的江山原來就是你 臣妤師奉父皇 盡中盡孝, 絕無恥心 你不必多說 朕自立煙國以來 朕的親信都一一被人刺殺 朕初時不知道對方的意圖 直到這幾天我臥病再創 無意中想起 我所有被刺殺的眾臣 全部都曾經勸過朕要三師 不要立你為太子 還有, 當日的復世者 曾為我占復 他說我可以當皇帝 但是要防掛至親的人 父皇, 鬼神之事不可盡信 朕當時就是太過信任你了 所以錦囊之事也不要為意 原來錦囊之中早有提示 一字記之若水不可立 以防後患無窮 父皇, 此禮卜誓者穿作附回 豈可當真呢? 你毋須多說 朕已經決定廢禮太子之衛 你休想奪取我的江山 父皇, 此事萬萬不良 你走, 你出去, 你走, 出去 父皇 父皇, 你既無情 我亦無異 你死吧 想廢個太子之衛 父皇, 這杯酒是神熱敬 父皇是神熱敬 父皇兇無鴻圖大志 早就應該退位讓賢 神兒這麼做 只是順應天命 闖南我大煙, 萬世大業 神熱敬 神熱能得帝位 真是全乃父皇成全 非禮卿 神熱敬 我擔心你, 你平安無事就好了 進去聊 這位是... 這位是我經常跟你提及的柳姑娘 原來柳姑娘, 果然青雅脫俗 軒兒, 你真有福氣 軒兒, 你曾誓言要找出陷害你的人 義父, 這次我前來正為此事 希望義父你能夠做我一臂之力 你想義父如何助理 我已經查得此事 與朝廷中人大有關 義父經常入宮, 掩出骨氣氣 你想義父入宮幫你打探 義父, 夏兒豈敢叫義父以身發險 是想義父助理入宮 共眾守衛森 義父怕你心陷危境 義父, 這層你大可放心 是跟康寧郡主素有交情 只要義父你能夠助理運入宮 找得康寧郡主 這件事就易辦得逃 此事想要從長計議 義父 義父, 倘若有顧慮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 就算平之一死, 義父一定助理 我剛才正在世上 如何能夠妥善大利入宮 莫非義父你已經想到一個妥善的方法 來吧 姑娘, 你可否暫時躲人相忠 來吧 義父, 人呢 你沒事吧 是 義父, 為何如此奧妙 此乃, 義父 身近做的奇幻白寶箱 準備入宮欠禮的 寶箱內有勤勳 暗藏夾板, 令人失蹤 全部都是演眼法 義父, 你果然機智過人 其實這些小玩意 早已盛行西圍胡人一帶 是呀, 義父是依據波斯商人 所以依樣護路做的一個 慕容大叔 但是阮民大哥的身形這麼高大 那個箱子會不會太小呢 你可以進去一試吧 你再次掃後傳召 有勞公公 謝謝義父, 小心 你回去吧 郡主, 倘若皇上知道 這裡會怪責路被事後不周的 我叫你們全部出去 是, 郡主 出去 郡主 羽民大哥 郡主你別來無恙的嘛 一言難盡 你潛入宮中 難道你知道我和皇上的大婚之事 郡主要被擦封為皇后 原來你還不知道這件事 宮中守衛森嚴 你潛入來很危險的 是甚麼事 在下曾跟郡主談過 安陸山被辭一事, 實非在下所為 如今我已經查明一二 希望郡主你能幫我查明真相 我怎麼能幫你 在下查得 幕後主謀人專刺殺朝中大臣 安陸山被殺 君與史詩明大將軍有莫大關係 真的嗎 是, 希望郡主你能幫我進宮中查明一二 皇上駕到 皇上 康寧郡主叩見皇上 童兒不必多禮, 請起 謝皇上 皇上到來可有要事 童兒, 朕聽說你今天查犯不思 是否身體有何不適 需要傳召太醫為你診字嗎 童兒身體無恙, 只是皇上關心 童兒, 你是不是還怪朕一意孤行 要立你為皇后呢 童兒心裡怎麼想 皇上定當知曉 童兒, 朕歸為帝主 一國之君, 翻手為雲, 覆手為魚 可是為甚麼偏偏得不到你歡心 皇上, 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所謂情之所忠, 存為天意 又豈能以人力所能挽回 微臣史詩明有事求見皇上 史將軍, 朕已經說過 朕探視郡主之事不得打擾 皇上恕罪 微臣他偶要事稟告 有甚麼事說 皇上 郡主是朕至親的人, 有話直言 皇上, 天保堂父堂主有事求見 正在遇孫逢等候 好 皇上, 朕有事先行, 你有識行嗎 余書房在哪兒 皇上, 天保堂一向為名是從 為皇上執行刺殺行動, 可謂鞠躬盡順 先逮致死, 乃皇上一時錯手失誤 為保皇上領遇, 天保堂不惜徹下架局 犧牲當日行事的刺客煙花 把殺人罪退為煙花身上 如非天保堂之助把事情掩飾過去 皇上能穩以作為嗎 行了, 朕明白一切 只要你們交出物藥 朕不自當順手承諾 朕不自當 那是誰 人家 人家 追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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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煙花, 放開郡主 你走開, 豈不是我殺了他 大膽逆賊 就算你殺了郡主 也不能離開皇宮 郡主是你的未來皇后 識除就走開 臣等辦事不力, 求皇上恕罪 豈有此理, 全部走廊飯袋 宮中守衛森嚴 竟然讓煙花來虛自餘 請皇上釋怒 若非安寧君主及時出現 臣等頭暑極氣 此下煙花早已死亂戰之下 多慕之急, 先救回郡主 其他事容後再也 為皇上, 犬儀朝已經全力追捕 此法迎賭郡主, 請皇上放心 平身 謝皇上 朕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煙花雖然武功高強 但是宮中守衛森嚴 他單人匹馬 怎麼會這麼容易入宮呢 依神而見 煙花必定有人暗中相助 才可佛入宮中 以你所見 是何人相助煙花入宮呢 屈契師慕容器 慕容器? 臣曾經派人私下打探 最近剛有消息回報 得知無雄喜乃是刺客煙花之義父 不容器 不容器 是 甚麼事 究竟發生甚麼事 都怪他 是 究竟發生甚麼事 押他走 有沒有髮型? 沒有 回宮 是 郡主, 多多得罪了 是我, 宇文大哥 小喬 原來幕後的主謀人 就是安慶瑞 這個人師父奪位 還此刻刺殺圈套 想將一切的罪名交惡於我 傳聞安慶瑞 效義相傳 想不到此人竟然喪盡天良 為奪帝位, 不惜是父 郡主 若你不願意留在此人身邊 可以隨我二人離去 朝廷現在全力搜捕你們兩個 如果跟著你們 只會拖累你們 看著本宮至少在宮中長大 怎麼能跟著你們走 深宮雖然寂寞 可是我始終是皇后的身份 既然如此, 我兩先行離去 又後定當補答你的相救之人 天保堂上以風箏傳順 不同的圖養 代表不同的意思 只要郡主放出風箏 我自會知道你的意思 而宮廊絕對不會發覺的 趁早沒人發現你們 你快走 小喬姑娘 本宮誠心祝福你們兩個 同鞋白手 謝謝 請 請 我 不想再說 沒有人廚間奧 都不見自父的鍾薏 你過來看看 一定是義父 自父他出事了 自父他出事了 你冷靜一點 血跡未必是沒有這麼大縮的 一定是朝廷中人 犯了我和義父的關係 所以把他抓回來 不行, 我要求求義父 義父, 如果安慶瑞 只知道我沒有和大叔和你的關係 他一定會以大叔做理 引你上吊 不會輕易殺大叔 我想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 找到藏身之所 查膽大叔的下落再行刑駕 師將軍, 安慶瑞寡情絕意 將軍應該比老夫更清楚 老夫死不足惜 恐怕將軍也難得好收拾 康寧郡主, 叩見皇上 免禮 謝皇上 童兒, 刺激先帝的刺客 已經緝華歸岸 明日午時 就會推出五門斬首 皇上扯慢 此日萬萬不可以斬了 為甚麼呢 難道他是你的意中人 此人根本下落不明 朕故意有此一算 是全心想試探一下你 想不到你對他 仍然死心不舍 皇上 你瞞得盡天下人 但你瞞不到朕 煙花只是你的意中人 所以你就故意放他走 煙花究竟有何過人之處 令你肯為他 一罪為會朕的意志 朕怪為狗夢之尊 難道逼不上一個煙花 我告訴你, 有朕一日 他永遠無法當你 通義... 皇上, 你自從 不要 皇上 皇上, 你這個九六床 有你幹甚麼 皇上, 一定有要事相過 市長官, 你救我 如果你再不走 就不敲閘你全家 市長官, 你救我... 公主, 馬上走 皇上 你救我, 市長官, 你救我... 臥書, 馬上走 皇上, 你再不走 我殺了你 你救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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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馬上走 皇上 皇上 住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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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你 果然不知唐主所練 史詩明對安慶瑞確有異心 今次大可姐做其兵力 以安慶瑞確... 皇上 雖然如此 但是安慶瑞仍以大權在握 不宜暗平 只以暗中對付 本堂暫且不動聲色 謀證而厚動 唐主有何良賊 史詩明, 然是朝中的眾神 未敢明目張膽公然作反 忠此成功也不能服眾 要取得先機 定被先殺安慶瑞 能殺安慶瑞者 除史詩明外相有何人 刺客煙花 煙花不是已經被殺 屬下實在不明所以 煙花只是假死 他可以瞞到眾人 但是不能把本堂主欺騙 既然堂子得知真相 為何仍對刺客小喬家長 本堂就是想利用小喬 引煙花落落本堂妙計之中 唐主有信心 指叛徒能將安慶瑞刺殺 煙花乃是本堂的叛徒 萬一失敗, 安慶瑞 端會懷疑本堂 煙花已經脫離本堂 是否會為天保堂刺殺 本堂欺疑安排 令煙花知道 安慶瑞就是事件的元兇 本堂熟知煙花的性格 竟被司機行刺 以暴當日被陷害之仇 求主神經言傳 煙花至少由本堂撫養成人 他的一言一道 本堂至少由本堂至少由於指掌 說出場後 豪情 義氣概世 有明字機百世 生命紅柳 紅火千載不漏 霍徽在舍我葬須後 英雄彈頭曾經摧殘變了不夠 哦 雷雨左進雨推 生畫死汗頭 哦 若尋莫好自己 生命復何後 憑我兩手 更改世代的春宇宙 絕情絕愛自我 傲言踏千山 勝敗不悔究